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易部的负责人 有客友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期货上盘面 今天盘面用一句话来整结 那就是股指调整商品多头主导 黑色火爆煤炭强势涨停 我们来看各百块的表现 受外盘的影响 今天股指期货低开走弱 而商品市场呈现出一个多头强势的格局 除了软商 饲料 油脂 小幅下跌之外 其余所谓的板块呢都是方红上涨 尤其是黑色系强势的领长 煤炭大幅上涨 建材 钢铁 也是出现较大幅度的走强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多头增加了足道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行榜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前10个品种的涨幅都是超过4%以上 尤其是胶煤 硅铁 猛硅 动力煤涨幅都是超过8%以上 而且多个品种强势涨停 尿素 苹果也是涨幅超过6% 那么整体多头力量十分强劲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生猪下跌5% N2 橡胶 沥青 护铅 这些品种跌幅超过3%以上 其余的品种都在2%以内波动 所以今天空头可以超出的品种没不多 主要还是多头占据了主导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胶煤成为今天领涨的品种 那么近期我们可以发现 冲瓜回落之后 今天再次起稳走强 那么成为领涨的品种 表现非常强势 延续了一个多头的趋势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行情 动力煤 那么也是强势的涨停 再次创出新高的水平 突破了1100这个关口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机会 焦烫 那么近期也是大幅冲瓜回落之后 今天迎来较大幅度的反弹 涨幅超过6%以上 那么目前也是处于一个 期望反弹的走势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表现 龟铁和猛龟 那么日内是强势的开盘涨停 那么整体表现十分强劲 那么可以继续关注它 后市的一个多头表现 再看到存浅 那么前期也是冲瓜回落之后 今天再次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新高的水平 涨幅超过7%以上 那么整体表现也是十分强劲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表现 尿素 那么日内也是强势的涨停 涨幅超过6%以上 目前也是突破了2800这个关口 再次创出新高的水平 而且多头大幅增上涨 那么延续了一个多头态势 苹果 那么近期出现一个震荡下跌 小幅反弹之后 今天那是跳空高开高走 那么也是强势的风筑涨停 目前也是达到了6000这个关口 那么整体表现 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关注它一个多头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呼吸 那么前期小幅上涨之后 今天呢也是继续大幅上涨 创出新高的水平 涨幅超过6%以上 表现非常详尽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不锈钢的一个情况 不锈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呢也是突破了前期高点之后 突破了2万这个关口 那么近期继续大幅上涨 创出新高的水平 而且是连续上涨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表现 PVC 燃油和甲橙 这些化工品 那么近期呢也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而且也是创出润润的新高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多头方面呢 整个来说是一个多点开花的局面 整体表现十分强劲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跟踪 这些趋势明确的龙头品种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那么生猪还是延续了一个弱势表现 今天继续低开低头 那么再次创出新低的水平 延续了一个空头代势 所以是弱者很弱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也是多次提示大家 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多多 上周虽然出现反弹 但是目前呢再次创出新低 所以这也是抄底的一个风险 我们还是要顺势而为 再来看到橡胶和N2 整个来说目前也是出现一个 跳空低开低走 那么日内表现较弱势 并且往前期的一个低点发起冲击 整体来说是处于一个空头的叙事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表现 护迁 那么日内也是继续大幅下跌 创出新低 延续了一个空头态势 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一个机会 白糖我们可以发现 近期呢也是出现一个震荡走弱 目前也是低迫了前期的一个关键位 关注到货事能否进一步下货 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凑凑机会 所以目前旁边呢 整体来说还是多头占据了主导 个别品种有一些空当的有些机会 我们给大家制定现金的两个交易策略 双品奇稳走强 再次新高板块联动 优选趋势龙头 那么多头热点品种 刚刚我们给大家详细分析了 主要是黑色系和化工品 那表现较为强劲 动力煤 焦煤焦烫 那么这些人是强势的品种 不锈钢也是可以重点跟踪 燃油 甲醇 醇碱 PVC 这些品种呢也是继续走强 可以重点关注 那目前空头方面呢 深珠 橡胶 护线和白糖是走势较弱的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部分的空当操作 进行我们的多头对冲 那么这样呢 既有利于补照这些趋势龙头的品种 也能降低我们承担那个风险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什么都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